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这个是crypto drew 我是andrew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频道 那今天是马来西亚时间 11月30号 那现在是下午5点的时间 ok 那在昨天发布了这支影片之后呢 其实影片发布了之后 价格又继续往上谈 呃来到我所讲的这个58,800左右的 这个价格 那我也有告诉大家就是要去 呃关注58,800左右这个价格吗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这个下降写星的这个顶部 那目前价格都还没有突破 这个下降写星的顶部 那我的会员们呢 也有在这个顶部这里呢 去开这个空单 那恭喜我的会员们呢 做空获利做空获利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下面也是有 他们很多在中途上车的 也是有赚到这一波空单的这个盈利 so 恭喜我的会员们做空成功 ok 做空成功 那如果你是从我给58,800左右这个价格呢 short到现在的话呢 都有一个300%的这个片料 如果你是用cross leverage 的话啦 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cross leverage 的话呢 可以去点击这部影片 那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呢 你就会轻轻处处明明白白 明白cross leverage 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以太币这里也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哦 就是刚刚呢 有往下探了一点 然后再继续往上谈 那我今天早上在社群当中就有告诉我的会员们 就是这个4366呢 是一个双重支撑点 考虑去做多 但是我在30分钟看到 其实是有一个顶背里的 可以看到吗 价格往上走 然后 mcd 往下跌 但是目前这个 mcd 顶背里快要失效了 也就是说这个支撑真的是很强 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点 那原本我是有叫他们在这边去开 做多这个单位了 但是随后又叫他们撤回 因为这个 mcd 顶背里 还是无所谓错过这一次 我们还是可以等下一次 说无所谓 只是说我们只是要避开这个顶背里 带来着这一个损失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接下来可以有什么操作的话呢 记得把这部影片看完哦 这影片开始前 请不要点个订阅点赞 并且分享 so 首先我们先打开比特币的这个周图 我们先来看周图 今天周图一个东西非常关键的 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 那就是呢 其实周图出现了这个顶背里哦 顶背里 ok 这个顶背里呢 如果接下来成立的话呢 那就代表接下来价格很有可能呢 会往下跌来一波 比519呢 还要更大的这个跌幅 这个是 mcc 顶背里 如果成立的话啦 就会有这个隐患 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价格会往下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多多关注 看小时间段呢 有没有什么隐患 也是跟这个顶背里呢 搭配的 那目前大家先不要慌 因为这个顶背里 其实是还没有成立的 因为他还没有 cross 吗 ok so 目前他在没有成立的 所以大家可以先不要慌 那越大时间的这个背里呢 也需要越多的这个时间呢 去 play out 出来 所以说 大家可以先不用慌 还不是这两天呢 就会往下跌的事情 只是说 可能他接下来会再进一步拉伸 然后再再往下跌 都有可能 这个只是说 接下来在很大方向里面呢 他有一个隐患 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下跌 这个迹象 因为这个 mcd 顶背里 so 看完了这个周图中呢 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天图 夜魅10跟20 so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天图 夜魅10跟20呢 目前价格的依旧还是站稳在 夜魅10跟20之下 那目前这边是 无操作区间吗 对不对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操作可以做 但是我跟我的会员们说 就是每一次的这个 他他动到这个夜魅呢 就是呢 一个给我们半路去上车的这个机会 但是呢 你要把它当作是穷 熊市最后一次尝试来进场 就是说接下来如果他突破 达了你的尺寸 继续往上涨的时候 这个就是呢 这一波熊市的你的最后一次尝试 有可能会带给你盈利 也有可能会带给你亏损吗 所以你亏损呢 就代表这个趋势呢 要扭转了 那如果你没有亏损 继续盈利的话呢 那就代表 趋势呢 正在继续了这个前行 所以目前看 按照这个夜魅10跟20来看 价格是被reject 被拒绝了啦 那接下来价格很有可能呢 还是会继续往下跌 因为牛市呢 如果想要回归的话呢 他唯一要突破东西 就是这个夜魅10跟20 并且站稳在这个夜魅10跟20之上 那这个是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因素呢 来决定说这个牛市能不能回归 所以目前按照夜魅10跟20 大方向来看的话呢 还会是会比较偏向看空了 因为价格还是不能突破 看完了这个大时间段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4个小时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4个小时图呢 目前价格都依旧 还是在这一个下降血型当中 可以看到吗 价格依旧还是没有突破任何一个方向 那昨天就来了这个58,800这个价格 那我在我上一支影片里面 也有提醒过大家 这个58,800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刚刚好最高点去到58,873 随后就来了一个跌幅500% 这个跌幅哦 最低有去了500%啦 ok 所以如果你有看了我影片 去这里去挂单的话呢 那就非常恭喜你啦 你就原地赚了一个 最多可以去赚到500%左右这个P&L啊 那如果就算是到现在为止 都有赚一个差不多3.4% 也就是340%的这个P&L啊 接下来呢 这个行情需时应该要怎么看呢 那接下来呢 我打开这个FIP channel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目前价格是在这个FIP channel 这个支撑点这里 也就是这个56,400左右这个价格 那这个是呢 他下跌呢 要遇到第一个支撑点位 要挑战第一个支撑点位 那如果接下来这个点位能够突破的话呢 那就可能呢 进一步挑战这个支撑点 那接下来这个支撑点就更强了 因为还有这个AC加这个FIP channel 0.618 也就差不多在55,300左右这个价格啦 那0.618是在差不多54,900左右这个价格 好好关注一下这个区间 因为接下来这个区间会是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支撑点 它是一个双重支撑点 那如果接下来价格还能突破 这个双重支撑点呢 就很大可能呢 会再一次的挑战这个 下降血型的这个底部支撑 那这个下降血型的底部支撑呢 是在差不多52,500左右这个价格 所以由于目前的这个大方向 都还是比较偏向你看空嘛 所以如果你有在这个顶部这里 去开这个空单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设好你的这个Shield 然后让这个盈利呢继续的奔跑 那如果你是短期玩家 你就可以在这些第一个止盈点一 然后止盈点二去去进行你的这个止盈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是Shield的话呢 可以去加入我们的王者会员 那我们王者会员这个礼拜的这个课呢 才刚刚教会大家吧 所以这个就是呢 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的这个支撑价位 那我的操作呢 目前都依旧还是跟昨天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操作是什么的话 可以去看回昨天的影片 那看完了我们比特币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以太币的天图 EMA10跟20 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昨天以太币的价格一举很强 直接突破了EMA10跟20 那今天的这个收盘价呢 就非常的至关重要 我们要看一下今天收盘价呢 会不会收在EMA10跟20之上 那如果收在EMA10跟20之上的话呢 我们就很可能呢 要去看涨然后去做多了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要去注意的就是 要看到还有没有下跌的隐患 如果有的话呢 他就会像这样子 假突破了之后呢 再继续往下跌 那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判断说 这个到底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 ok 还没有算是完全站稳啊 所以我们要去多多关注 今天的这个收盘价 那大方向来讲的话 现在目前是无操作区间呢 就是现在去做空也不合适 现在去做多也不合适 要去等待今天的收盘价 收盘了之后 那我们再去做相对应的操作 那看完了天图 EMA10跟20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4个小时图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parallel channel 1就还是非常的有用 非常的有效率 价格来到了这个4485 这个价格之后呢 就进一步的来了一个小跌幅 来了一个这个回调 那刚才我有告诉我的会员们在这个 4366的这个价格呢 要多多注意 中轴呢突破不了 那目前是被拒绝的状态中 那如果接下来向下探痕 有可能去双重支撑点的这个点位 那原本我是有叫他们去开这个夺单的 但是我在30分钟发现了 以太币出现MACD顶背里 所以我就更改了这个计划 不建议做多 先观望等待明年的收盘价 看收盘价会不会跌回到EMA之下 so这个支撑点呢 也确实有add到这个支撑点的作用 那目前呢是把价格支撑住 所以接下来呢 要看他到底是往上突破 还是往下跌破 那如果往下跌破的话呢 要先跌破这个很关键的这个支撑点位 那我觉得这个支撑点位 是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跌破啊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有AC 有小时级别的支撑点 有这个parallel channel的这个支撑点 所以这里是非常多重的支撑点位 那如果能够跌破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呢 进一步回调到这个day level 也就是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支撑点位 在差不多 4,180左右的这个价格 那如果继续往上涨 我们要关注什么价位 那就是呢 这一个parallel channel的中轴 ok 这个parallel channel的中轴 差不多在4,500左右这个价格 那如果他能够突破中轴 那下一个主力点位呢 也就是呢 这个4,700左右的这个价格 要去关注的支撑点跟主力点位 所以目前看完了比特币 跟以太币的这个分析之后呢 目前比特币的以太币呢 他都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的 所以现在如果你进去市场呢 其实是有很多短线操作可以做 只是说 这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就你做的操作呢都是五十五十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呢 去迷茫 去迷惑自己 就是说不懂要做什么方向 做空好像又不对 做多又很像不对 我会给你们最直接的这个解决方案呢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待在场外 乖乖等待明确的方向出现 然后再去做相对应的操作 但是你还是可以进去市场里面 做这些短线操作啊 你觉得正确的这些短线操作 都一句还是可以的 现在交易当中呢 是没有一个课本答案的 as long as你玩这个操作 长期玩下来能够替你赚钱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目前比特币跟以太币呢 我本身的操作都还是先观望 那我是有买入了 比特币跟比到了这个现货啊 那接下来我又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比特币跟比到了这个现货 我买了之后呢 目前我就是后这包哦 我就放好好我的止损 放好好我的这个修 那合约方面呢 我是在对冲所仓中的这个状态 你也可以把我当这是我空单的这个 获利呢TP掉了 但是其实那个单还有在 受这个对冲所仓的这个概念呢 是比较复杂的 那接下来我才会在我的影片当中 的去讲解 那我觉得新手呢 先玩好进场持有跟离场 这三个基础交易的part 先先玩好这三个part呢 才去学更进阶这些操作方式 看我的比特币跟以太币 这个就是我的操作 那接下来为大家分析一下bit 那其实在前天 我是有剪较一些便宜的bit到的 就是我买入bit到的这个现货 那我买入的价格是多少 那就是2块2左右的这个价格 那一买一包嘞 昨天价格就直接反弹了6个percent ok 那我就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我是怎样去看这个bit dollar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有一个大的AC跟一个小的AC 那我2块2bit到的 其实是根据这个大的AC去进场的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从底部拉去高点 那这个0.618这个价格 你可以拉大来看 你可以看到 准准动到2块2之后呢 就进行了一波反弹 那目前必到的价格呢 都一句还是在一个AC当中 这个小的AC 那目前价格一句还是不能跌破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之前他是遇到了 这个daily level 也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日线级别 这个阻力点位 然后再被打回下来 所以目前必到我觉得2块2 这个价格还是便宜啦 所以我就有去买了一点现货 然后长期持有 短期内如果没有什么很大波动 我都不会去卖啦 就是必到我买了 就是一个以一个定存的方式去买 就是我没有打算要 把它卖掉了 就是我每个月都会买一点买一点买一点 就是有好的机会我都会买一点 那就长期放这哦 那我本身也是觉得 bit dollar这个project 满满不错啦 就是满看好的 但是我没有要提供大家任何的建议啊 就是这个是我本身看好 so这个只是我本身的操作啦 ok 只是跟大家分享 所以目前我在2块2有买了一点 那目前是 所以目前这个价格也是 呃蛮强的这个支撑点位 那大家可以去 按照自己的这个风格呢去操作 那如果接下来bitcoin展开一波牛市 那bitdao也自然一定会跟着涨 那如果接下来能够突破 这个日线级别的支撑点呢 那他就有可能呢 要去前往挑战下一个主力点位 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一个 2块6左右的这个主力点位 ok 那如果接下来这个2块6的主力点位 他都能够突破的话呢 他就很有可能呢 需要下一个月线级别的这个主力点位 也就在差不多2块8 2块7 那如果那个时候 真的是去到2块8的时候呢 我在2块2买的时候 就已经涨了一个20%左右 这个pnl啦 我不会在那个地方去卖出啊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长期持有 就是很像你买到2块钱的bitcoin的时候 你会去长期持有这种概念 但是我不知道 他会需要bitcoin60多的钱这样子啊 目前我稍微看到这么远啊 560块 可能bitdao会需要560块 那目前我是m他会需要560块啦 ok 那买入bitdao会比较像是一个 holder 的概念 他比较不是一个trader 那我也不会讲我是一个信念holder啦 可能他发生什么紧急的波动 我也会去进行调整这样子 所以我目前我对bitdao的看法是这样子啊 我就帮你们分析了 这个支撑点位跟主力点位 那你们可以去 用你们的独立思考 然后去进行你们的操作 所以我目前今天的分析呢 就是这么的简单啦 所以我希望呢 今天这部影片呢对大家有帮助 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 有帮助有帮助 ok 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这个走势分析影片的话呢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订阅点赞 并且分享 还有打开所有的小铃铛 这样子还不会错过我的 emergency update video 最后呢 祝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交易顺利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明天见拜拜